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冷战核武器再度复活 而核鱼雷有何过人之处 如果说到底呢 应该说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是被美国逼的 美国采购新版空军一号 巨额造价背后有哪些玄机 但是实事求是说 我觉得一千多万美元买一个冰箱 就是再好的这种制冷设备 它这个价格上也是偏高了 普京高调公开多种新型战略武器 全新核导弹获令美反导系统失效 如果这些装备在本土上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故障 那么这种污染也形成了移动的切尔诺贝利的效应 我想这个是美俄双方决力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们很难讲这是谁引起来的 或者说究竟舆论会好像谴责一方就不谴责另一方 军事专家陈虎 陈虹 李莉 杜文龙为您深入解答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接下来进入本期的军情 大家看 欢迎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陈虎老师好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 为稳定伊拉克局势 美国政府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M1A1埃布拉姆斯坦克 然而部分M1坦克却命运多舛 在各派别武装中不断一手上演了一出坦克流浪机 前不久美国五角大楼发现在围剿伊拉克IS的混战中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的队伍中 竟赫然出现了美制M1A1埃布拉姆斯坦克的身影 美军调查后发现在2014年年底 美国援助伊拉克政府的数量M1坦克曾被IS俘获 之后这批坦克又辗转成为伊什叶派武装的战利品 受美方压力 目前伊拉克政府军已夺回了部分坦克 那河北唐上网友凯恩斯基问 这款先进的美国坦克 为什么会在中东战场上不断成为别人的战利品 我们讲中东战场 它的战场形态比较特殊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大家看到我们国家早年间的那种军发混战 也就是说各种力量犬牙交错 而且互相之间既打又谈 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 这样的一种仗 它就使得你的武器装备 甚至一些高端的武器装备也会出现 被缴获呀 甚至是互相流转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怪象 高大上的M1坦克 今天在这个武装呢 明天又到那个武装 甚至能够流落到恐怖主义武装当中 那M1坦克落入反美武装手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他们会操作维护这种高端装备吗 其实那要说影响最大的影响呢 就是舆论上的影响 大家在网络上 在这个各种视频和图片上 看到了恐怖武装 或者是反对派的武装 也开上了M1那种震撼感 那是其他的武器装备不能比的 但是真要说实战使用来说 对于恐怖武装 或者其他的一些缺乏大国支持的这些武装派别来说呢 这类的武器装备更多的是一种一次性使用的武器装备 因为它的配用的弹药 它的零配件都无法充足的获得 这样一来呢 一旦出了毛病 弹药打光了 这样呢你就变成了一个单纯的钢铁平台 所以它的实际的战场运用和影响 应该说呢是有限的 但是它在政治宣传外交上的影响却是巨大 我们来看下一条 美军F14熊猫战机在2006年全部退役 然而在遥远的中东 被称作波斯猫的伊朗F14战机 仍然在一线坚持战斗 最近伊朗公布了大修中的F14战机画面 近日伊朗电视台播出了一段技术人员大修F14战机的视频 视频展示了F14的大修过程 战机的座舱 座椅及部分机体结构也同时曝光 据介绍 伊朗目前装备有40架左右的F14 这些飞机是巴黎维时期从美国购买的 麒麟大都超过了40年 为了延长它们的服役时间 伊朗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寻找零配件 努力维持F14的服役状态 那四川成都的网友猎杀猛琴就提问 这么老的飞机 伊朗为什么不考虑让它退役呢 虽然这个飞机服役年代看着停了 而且时间很长了 但是别忘了 这一型机是在三代机当中 美国作为主力舰的机研发 所以它的实力和技术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特别是它的火控系统和同时攻击多个目标这种能力 在三代机当中没有人能够和它相比 所以即使拿到今天对于像伊朗这种国家来说 F14是它的绝对的主力的最先进的战子 那伊朗都采取了哪些手段来维护这些F14呢 手段应该说很多了 最多的是自己内部解决 内部解决呢 我们讲伊朗它还是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的 而且呢 它过去遗留下来的对这位飞机的维护保障体系 基本还存在 而且呢 当时拿到的飞机比较多 那么一旦出现问题 可以用飞机之间换架的方式 也就是三架并两架两架并一架这种方式 保持一定可以出动的战机数量 那么后来我们讲呢 伊朗也采用了一些其他的办法 可以通过一些特殊渠道 从美国的二手市场上买到一些零倍价 那么可以说伊朗方面最牛的是它为这个飞机呢 匹配一些国产的武器和弹料 你比如说F14的这个标准的机带空空导弹 不死鸟 打光了怎么办呢 伊朗人也很牛 它把霍克地空导弹改成了空空型 挂到F14 这可以说是一个土办法 所以就这些明的暗的土的羊的办法相互结合 使得伊朗的F14至今依然还保持一定的战斗力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条 何鱼雷曾被苏联视为对付美国航母编队的中级武器 现在尘封多年的何鱼雷又在俄罗斯复活了 3月1号俄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 公布了神秘的状态6核动力水下潜航器 该潜航器外形减凑 可由潜艇搭载发射 理论上具备近乎无限的航程 并能携带大当量的热核弹头 隐秘地攻击美国航母和沿海城市 此外状态6潜航器爆炸时 会引发具有放射性的巨大海啸 可以瞬间吞噬整个城市 因此有西方媒体将其称为末日武器 河南路外网友轻装极尽提问 俄罗斯为什么要重新研制装备 这种类型的水下和武器呢 如果说到底呢 应该说俄罗斯的这个举动是被美国逼的 我们讲呢 美国不断地在围堵并向俄罗斯施压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俄罗斯需要有自己的反制手段 特别是战略威慑手段 而美国拼命地发展反导系统 这样从某种程度上 会使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打折扣 那么面对这种种的压力 俄罗斯也会想方设法 保持他的核威慑继续的有效 那么搞这个核鱼雷 重新启封和恢复使用这种核鱼雷 应该说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压力下 采取的一种对抗的对策和措施 那核鱼雷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应该说确实是恐怖 因为这个东西 它不是从天上打过来的 所以现有的所谓的反导体系 对它是没用的 二一来 它的反应可能是很快的 因为它可以在水中待机 而且这个待机点 可能离目标点很近 那么一旦要出现使用的情况的话 只要一个指令 它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打到目标 第三个呢 这个东西确实是威力巨大 那么这样的一个核鱼雷 如果用来攻击港口和沿海城市的话 那么对港口和沿海城市的破坏 不仅仅是我们讲通常的核爆炸的那些效应 包括海啸 甚至是带凤射性的这样的一个海啸 这个对沿海城市和居民来说 确实是一个相当恐怖的事情 好的 感谢陈胡老师的精彩解答 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的军情大机密 近日美国政府和波音公司达成协议 用39亿美元采购两架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 该机将由波音747-8洲际客机改造而来 并有望在2021年完工交付 那么单价接近20亿美元的新款空军一号 有哪些独特之处 空军一号又为何被称为是世界最安全的飞机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军事专家陈红 李丽 杜文龙为您深入解答 近日美国政府与波音公司达成协议 计划斥资39亿美元购买两架新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 据了解 美国现役的两架空军一号 是在1990年投入使用的 已非常接近使用年前 在奥巴马时期 空军一号的更新计划就已被提上日程 但美国政府与波音公司始终未能救造价问题达成一致 特朗普在胜选后 亲自与波音公司进行多轮磋商 成功将价格从50多亿美元砍到39亿美元 根据计划 新的空军一号将由波音747-8 洲际客机改造而来 波音747-8是波音747客机家族的最新款 最大航程达到14800公里 在改装成空军一号之后 波音747-8还会加装空中售游系统 航程将得到进一步增大 大家看这就是美国的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它由波音747-8洲际客机改造而来 机身长达76.4米 翼展68.5米 高约19.5米 足有六层楼房那么高 空军一号重量超过400吨 机内面积近4000平方米 各种办公设施一应俱全 堪称是豪华的空中白宫 空军一号的续航能力超过1万公里 可以飞行12个小时不着陆 在进行空中加油的情况下 空军一号能跟着太阳跑三天三夜 也就是连续飞行72个小时 这足以把美国总统送到全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东老师 特朗普成功将空军一号的价格 从50多亿美元砍到了39亿美元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想有可能两个方面 首先商人的思维 包括砍价的本领 一定是在这次坚强中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按照这种思维方式 空军一号很多设备 很多装备超出了采购成本 这一点可以用商业的手段来进行遏制 第二很有可能提出了一些竞争目标 比如目前的空军一号 它的机体包括结构材料 如果换一家或者有一个竞争厂家 它的成本有可能会成倍下降 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很有可能是竞争关系 让它产生了这种能力 所以从特朗普对于各种武器装备的采购价格来看 砍价很有信德 F35战斗机已经从两个亿一个亿砍到了8500万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最大限度的降低军火采购成本 也是本届政府的重大特点 虽然特朗普已经把两架空军一号的造价砍到了39亿美元 但是接近20亿美元的单价依然是波音747-8客机的六倍还多 那么多出来的钱都花在哪了呢 来看一下 据了解 为了保证美国总统的安全 空军一号及诸多先进防卫措施于一身 如果遭到导弹袭击 空军一号的电子对抗系统可以干扰对方雷达 迷惑导弹的瞄准系统 使其无法锁定目标 必要时还能发射电子诱饵 引导来袭导弹偏离目标 此外 空军一号还会玩隐身术 一旦发现恶意跟踪 所有的电缆会立即关闭 同时 一种材质特殊 不易识别的金属屏幕 会覆盖住所有的窗户及通风口 让对方的雷达难以追踪空军一号的动向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材料能够抵御核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 并具备防核辐射的功能 即使遭遇核爆炸或强电磁波干扰时 总统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依旧通畅 如果以上方法都失效 总统仍然面临危险时 空军一号会立即启动弹射逃生装置 将总统弹射至安全的地点着陆 在美国人眼中 空军一号不仅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 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航空器 李老师 空军一号本身不具备进攻能力 但却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航空器 这是为什么呢 它是美国的移动的空中指挥所 也就是这个指挥所 它不仅是履行的是 地面白宫搬到空中的这样一个行政职能 更重要的 它是包括美国空军整体的指挥系统 甚至美国三军的指挥系统的中心 实际上是在这个空中的空军一号上 所以这个上面 它有非常强大的一套指挥控制通信系统 世界各地 全球各地正在爆发的最新的一些情报 它都可以及时的掌控 而且按照这个节点 在空中它可以进行及时的分发和指挥 那么综合这样一些情况呢 我想呢 如果说我们把它理解为呢 它就是美国空中的这样一个指挥中心 有着最强大的干扰和攻击能力 是不会过的 那杜老师 空军一号专机号称能抵御住核爆炸的攻击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理论上具备这种能力 但是要看距离 因为不同的核爆炸 它的早期核辐射 包括电磁脉冲的距离并不一样 那这种抵御应该是在边缘地区有抵御能力 比如在不同当量的核弹爆炸下 在距爆心 不同距离上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如果存在爆心 什么样的装备也没有办法抵御 所以这种抵御是一种有条件的抵御 并没有标出它的距离强度 那如果在严重的情况下 不可能在爆炸的中心区域有这样的防御能力 单价接近20亿美元的空军一号 可不光具备很高的安全性 它还拥有一枚白宫般的舒适性 来看一下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卸任时曾表示 他丝毫不怀念当总统的感觉 但是很想念空军一号 空军一号的舒适性可见一斑 据了解 空军一号上有一个专门的总统套房 西蒙斯床 真皮沙发 电动窗帘等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设备齐全的浴室 总统还拥有一间专门的椭圆形办公室 里面配有录影设备 屏幕和地图等 此外 空军一号拥有一个大型餐厅 和两个颇为现代化的空中厨房 可同时满足100多人就餐 机上还配有一个医疗中心 遇到任何紧急状况 都能立即发挥急救功能 如此全面的办公和服务设施 使用成本自然也很高 空军一号每次升空 在空中的消耗 是一小时18万至20万美元 是一架普通波音747客机 每小时费用的七倍还多 而且 空军一号上的服务设施也极为昂贵 今年一月 波音公司应美国政府要求 对空军一号上 五套冷藏设备中的两套进行更换 合同金额高达2360万美元 一台机在冰箱就要1180万美元 这对于其他飞机而言是不敢想象的 那陈老师空军一号的使用成本是民航飞机的七倍 而且更换一台机在冰箱就要1180万美元 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五个制冷系统的冰箱 它要求能够满足飞机上将近100人的用餐 那不是吃一次 不是吃个飞机午餐 午餐晚餐 有的时候可能都要在飞机上用 所以它这个储存量要大一些 还有一个情况 可能大家都没有关注到 就是这个冰箱 除了这个制冷系统 我们讲的把它归纳一个冰箱 就这五台冰箱 可能有一台或者是两台 要专门储藏一些特殊的设备 什么设备 什么东西 什么物资 就是血液和医疗系统 因为在飞机上如果有特殊的情况 还要进行医疗上的处理 甚至要进行一些小型的 或者说是比较微型的手术 所以这个冰箱要解决这些医疗设备的安全 但是实事求是说 我觉得1000多万美元买一个冰箱 就是再好的这种制冷设备 它这个价格上也是偏高了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恐怕特朗普总统还会找国营公司麻烦 我再砍一口架 你再把冰箱那国砍成 砍成十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样子 我是这样认识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号称是最安全的飞机 同时也是全球最昂贵的客机 接20亿美元的造价 让其他客机是望尘莫及 不过有句话说的好 一分钱一分货 只要能够保证总统的安全 花这点钱对于美国来说 似乎也算不上是什么了 好的 这个话题我们先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俄罗斯核动力巡航导弹的最新进展 美俄重启核军备竞赛 国精解国情咨文大秀核肌肉 实力就是邀请函 能力就是通行证 如果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力围堵之下 俄罗斯不显示出自己的创新本领 很有可能会被美国为首的北约所窒息 放光核动力巡航导弹 能否改变美俄战略平衡 在高超声速武器这个全新的领域 它引领的这个趋势 包括现在取得的一些实际的进展 确实使我们能够看到的 俄罗斯整个它的国防工艺的创新的能力 它一定会沿着条路 失智不渝的走下去 这种武器的服役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议会发表了 2018年国情咨文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普京今年的国情咨文 更像是一场武器秀 他用大段篇幅曝光了一系列 俄罗斯最新军事科技成果 包括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核动力巡航导弹 状态6 核动力水下自主无人航行器 高超音速滑翔导弹等六大战略大杀器 那么俄罗斯公开的这些战略武器 都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引发西方震惊的所谓 核动力巡航导弹到底有何玄机 普京大秀和一肉背后又有什么目的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马涅什中央展览大厅 向联邦议会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 在国情咨文中 普京将主力点放在了国内民生问题和防务能力建设上 关于国防建设 普京说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说服美国人 不要破坏反导条约 不要违反战略平衡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2002年 美国单方面退出了这一条约后 我们除了抗议和警告之外 还一直在努力研究先进技术和武器 接下来 普京用六段新式武器的宣传视频 展示了俄罗斯正在研制的一系列战略大杀器 包括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核动力巡航导弹 状态6核动力水下四组无人航行器 高超音速战略滑墙弹头 空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陆基高能激光武器 每当一段武器视频展示完毕 都会迎来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最后普京总结道 对那些过去15年时间里试图挑起军备竞赛 试图获得对俄罗斯单方面的优势 并想以国际制裁来遏制我国发展的人 我想说 你们所有的遏制政策都没能阻挡住俄罗斯 在普京公布的一系列新式武器中 不少还没有正式命名 只是将其称作全球巡航导弹和水下无人机 为此 俄罗斯国防部鼓励国民为其进行命名 据报道 俄罗斯著名的前克里米亚检察官 80后美女检察长纳塔利亚 在俄罗斯渡马会议上已经建议 以克里米亚为名字 命名新一代的陆地激光系统 杜老师 俄总统府京为何会在国情咨文中高调公布这几款从未露面的重量级武器呢 这是俄罗斯显示能力一种方式 也是重金属味道的一种表达的模式 实际上在公布的各种武器装备中 有这样一个道理在其中 实力就是邀请函 能力就是通行政 如果在美国和北约的强力围堵之下 俄罗斯不显示出自己的创新本领 很有可能会被美国为首的北约所窒息 在这种情况下 把六种武器装备展示出来 那么对美国为首北约所构成的各种封锁 有撕破能力 有突破能力 既能够鼓舞俄罗斯的士气 同时也能够对北约和美国说不 在普京公布这六款重量级武器之后 俄国防部鼓励国民对武器进行命名 那么为什么会将这种战略装备的命名权交给国民 这里面有何考量呢 李老师 我想这个呢 如果说我们从深层次来看 这个应该说是 普京呢 他这个亲民的一种手段 让大家对俄罗斯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强盛方面的 占有荣誉感 比如说 为这个新型导弹的命名 究竟由谁来做 我觉得那肯定最合适的就是俄罗斯国防部 因为国防部呢 它命名了很多最新的一些装备 你包括像 大家说起来都是响当当的一些名字 包括像现在的匕首啊 也包括最新的像前锋啊 但是现在呢 他的新型武器系统呢 还要开放让民众来参与 我觉得这个呢 它实际上就是提升民众对于整个 包括国家最重要的一些决策 那么也包括呢 在军事上最重要的一些手段的参与度 这个参与度呢 它实际上呢 会上升为对于普京的支持率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措辞强硬的演讲中 展示了六种战无不胜的新型武器 其中 核动力巡航导弹格外的引人注目 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恐怖武器 在当天亮相的新式武器中 最受关注的 莫过于一种型号未知的核动力巡航导弹 因为其概念太过罕见 以至于媒体报道时还特地提醒读者 别以为我们不专业或者写了错别字 您没看错 就是核动力导弹 普京在国情咨文演讲中 给予了这款新型导弹很高的评价 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射程无限 和随时改变飞行路线的导弹 事实上 在2017年的1月2月和10月 北约各国都发现了 乌拉尔山区上空有放射性物质激增的现象 当时有不少专家感到困惑 认为是俄罗斯境内发生了核泄漏 现在看来 这很可能是俄罗斯正在进行 核动力导弹测试造成的结果 目前有美国官员表示 已经监测到了导弹的试飞 并确认该导弹使用无屏蔽的核反应堆作为动力 最后坠毁在北极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 在俄方公布的关于核动力巡航导弹的视频中 导弹从俄罗斯发射 经大西洋一路南下 成功躲避了侦测和拦截 最终绕过南美洲 攻击了太平洋上的一处目标 这立即在西方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 俄罗斯没有威胁任何人 也不打算攻击任何人 但还是有媒体指责普京是在炫耀鼓励 战略轰炸机 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构成的三位一体核力量 已成为核大国的不二之选 俄罗斯为何还要研制核动力巡航导弹 这种导弹究竟有何战略价值或意义呢 陈老师 在今天的世界上呢 只有两个大国有自己的应该说是三位一体的核攻击能力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俄罗斯 而它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 尤其是陆基 可能会受到对手的这种首先的攻击 或者说是在它发射以后 会被美军或西方国家的导弹防御体系所拦截 这样呢 就是俄罗斯核武器这个优势呢 得不到巨大的体现和威慑作用 因此呢 在今年的这个国情咨问当中 普京总统呢 出人意料的向世界展示了他六种新型的武器装备 其中有一种就叫核动力的巡航导弹 那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 这个俄罗斯人生产和研发的核动力的巡航导弹呢 它可以根据地面的指令 因为它的飞行的距离是无限的 就好像我可以带无数的油料 我可以任意的时间的飞行 可以打击任意远的目标 在全球这么大的范围当中 美国人的导弹防御机不可能处处射防啊 没有缝隙啊 那么俄罗斯人就可以利用这些远程的缝隙 找到最安全的航线 攻击那些最远程的最重要的目标 而这些呢 恰恰是美国人是没法防御的 你不可能在全世界造成一个铁桶 把这个俄罗斯估在铁桶里面 也没有这样的陷阱 也不可能实现这样的情况 普京公布的新型核巡航导弹 立即引发美俄重回新冷战的担忧 那杜老师您认为这种担忧有必要吗 我感觉这种担忧好像没有必要 因为美国搞过类似的装备 而且这种核动力巡航导弹 也存在了一些无法接受的缺陷 比如在飞行过程中 它是否稳定 如果技术不稳定 一旦发生坠落 或者是被对方拦截 它所构成的污染 也不容小视 如果这些装备在本土上 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故障 那么这种污染 也形成了移动的切尔诺贝利的效应 所以这种武器装备 在理论上有强大的威省能力 但如果投入实战部署 类似于冷战期间的轨道轰炸 谁也无法做到 所以本身这个符号 就是一个威射的符号 事实上 泰人的核动力巡航导弹 并非俄国人首创 上世纪50年代 美国就尝试过 冥王星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制 冥王星的长度为16.5米 重量约15吨 可以搭载16枚氢弹 该计划的目的是 制造一种能在核大战中 将对手置于死地的导弹 1957年 美国劳伦斯利弗默尔国家实验室 获得军方合同 为冥王星研制核动力冲压发动机 研制这样一台发动机 没有任何先例可以接见 因此 劳伦斯实验室决定 先制造一个小型验证机进行测试 1961年5月 验证机在内华达沙漠首次进行试车 当发动机启动后 一股灼热的白色烟柱从喷管中射出 紧接着 恐怖而又巨大的嘶叫声传遍大地 虽然这次试车时间只有短短几秒钟 但却给掩体内的工作人员 终身难忘了景象 测试取得的成果 让试验人员倍感振奋 很快 他们制造了一台全尺寸的核充压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的核心温度 超过1230摄氏度 总功率达到600兆瓦 如果冥王星使用这台发动机 它的最大速度将超过三倍音速 最大航程可以达到18万2000公里 几乎相当于绕地球飞行四圈 一旦冥王星导弹投入实战 美国就拥有了一种快速将核弹 投放到对方任何目标上空的能力 除此之外 冥王星本身也是一件非常强大的武器 当它低空飞行时产生的音爆 足以摧毁地面上任何未经加固的目标 而核充压发动机释放的放射性尘埃 会将导弹所经之处变成地狱 冥王星导弹代表着美国在原子时代最疯狂的想象 庆幸的是 美国空军最终取消了这项计划 但谁也不会想到 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 核巡航导弹的魅影却在俄罗斯再度出现 核动力巡航导弹的试飞和使用 将造成极为严重的环境灾难 俄罗斯就不担心舆论对这种恐怖武器的指责吗 李老师 我想这个是美俄双方决力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们很难讲这是谁引起来的 或者说究竟舆论会好像谴责一方就不谴责另一方 因为现在特别是在今年 我们会发现二月份的时候 那么美国首先推出的是核态式评估报告 在这个报告当中 它上有一个环节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就是在对于这个核力量的运用方面 它不再强调就是遭受到核打击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行动 而是强调呢在遭受到常规打击的时候 那么美国呢仍然有动用核武器的权利 所以这个表态应该说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看到三月一号呢 那么欧斯总统普京这个新型的这个战略核武器 有很强的对于美国的一个战略反制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比如说 他提出的这样一些都是构想 我更倾向于他们本身的他应该讲这是一种技术储备和技术概念 还远远的没有上升到预言测试阶段 但是他为什么要讲出这样一个概念 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立足于在战略层面对于美国的反制 就是你美国破坏整个的这样一个整个的核态式平衡在先 那么俄罗斯做出强硬的反制 来确保目前俄罗斯公民他自身的这样一个心理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实际上更多的他是从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 除了核动力巡航导弹 普京这次高调展示的其他战略武器也不可小觑 据悉 RS-28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长度超过35米 重220吨 使用液体燃料 能飞越南北两极打击全球任何目标 萨尔玛特导弹可搭载10至15枚分导式核弹头 或者高超音速战斗部 以及数量众多的诱饵弹头 令对手难以拦截 该导弹系统将替换苏联时期制造的R36M撒弹洲际导弹 另外普京提到 俄罗斯新式高超音速航空系统 以试验成功 取名匕首 并从去年12月1号起 在南部军区进入试验战备值班状态 看俄罗斯公布的画面 这是由米格三腰携带并投掷的空地导弹 在曝光了这款导弹后 普京还透露 俄罗斯还在研制一款高超音速滑翔式弹头 速度高达20马赫 同时具备很强的机动能力 能够穿透现役所有反导系统 该弹头被命名为前锋 在演讲的最后 普京表示 上述武器并非是俄罗斯捍卫国家的所有手段 但是已经足够了 所有这些曝光的新式武器 都是全新研制的 而不是苏联时期的旧项目 为了这些武器的研制成功 成千上万人进行了努力的工作 对于普京的这场武器秀 白宫发言人表示 美国国防实力世界第一 现在有了7000亿美元的新预算 美国军力将比以往更强大 俄罗斯这次曝光了两款新型高超音速武器 一个是由米格三一发射的 一个是弹道导弹搭载的 那么陈老师 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是否已经具备实战能力 在视频中 俄方展示了高超音速武器强大的突防能力 这会不会让美国重金打造的全球反导网 变成一堆废铁 在今年的国庆斯文当中 普京总统向世界亮出了他的六件 应该说是杀兽简武器 其中有两件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高超音速的武器 一种叫做匕首 一种叫做前锋 所谓匕首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是米格三十一飞机挂在一个匕首的导弹 这种导弹发射出来以后 就在大集中以内 以十倍音速的速度快速的冲击对手 使对方遭到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这是第一种武器 第二种叫前锋 这前锋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搭载在弹道导弹系统里面的一个 分导式多弹头的滑翔弹 是高超音速的滑翔弹 它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可以达到每小时两万公里以上 非常快的速度向地面冲击 那你这个任何地面的拦截弹 对它的拦截都会造成巨大的困难 但是美国人现在是这样说 说这俄罗斯人现在是进行实验 或者是放出这个风 有没有这东西还难说呢 咱们在抖着瞧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话 俄罗斯人呢 是有他的这个民族个性的 他既然说到这个情况 他就一定要在做这样的事情 他一定会沿着条路 失之不渝的走下去 这种武器的服役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是不是今后真的能够实验的成功 真的能够装备部队 一旦到了那一天 美国人今天花了重金 花了数年 这个精心打造和助累的 这种战区导弹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 真的就会走向灭亡了吧 俄方公布的新型武器之前 从未耳闻这次突然亮相 是否表明俄罗斯在尖端武器 制造领域依然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呢 李老师 应该说呢 客观的讲呢 俄罗斯这些年呢 他恢复的不错 我觉得俄罗斯主要采取的手段呢 就是成立了国防工业的联合体 就是他会把过去呢 各自为战的这样一些生产能力 把它做整合 那么整合以后呢 由国家出面扶持 来扶持这样一些企业 那么包括对外的采购 包括对内的研发 也包括呢武器装备 这种订单 源源不断的给他们 这种扶持呢 我想到现在来看呢 我们看是收到了很明显的效果 特别是在重大的 高端的武器装备领域 它发展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比如说新型的像亚尔斯啊 包括萨尔瓦特啊 那么包括像现在提出的 就这次 我确实觉得都大开眼界 就是无限射程的续航导弹 它虽然很可能 仅仅是一个概念阶段 而且是一个停留在讨论的阶段 但是它的提出呢 特别是在高超生素武器 这个全新的领域 它引领的这个趋势 包括现在呢 取得的一些实际的进展 确实使我们能够看到呢 俄罗斯整个 它的国防工业的 创新的能力和出品 感谢老师的精彩解答 聚焦军事新闻 关注创业资讯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的大力支持 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 欢迎您在下周六晚同一时间 继续锁定东南卫视 东南军情 下周见